巴菲特爺爺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積蓄者的前輩 他其實就有說過他其實配置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Jimmy賺錢小宇宙 這個天賦賺錢的量理財頻道 如果喜歡請幫我訂閱起來囉 今天我們又要講一個 也是非常熱門的話題 就是兩岸發生了一些危機 大家就有點緊張跟害怕 這時候就很多人就開始問說 欸 那到底呢 投資啊或是說資產要怎麼樣配置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就兩個主題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怎麼樣配置比較安全 第二個是那我都配置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就輕鬆一點聊一聊這個話題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談談危機意識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很多黑天鵝事件都會發生 就例如說我們也沒想過 烏克蘭跟二股赫蘿斯會對打嗎 對 所以呢 我們要談的其實不是兩岸的危機 我們要談的是 各式各樣的危機發生的時候呢 到底呢你是怎麼樣來看待你的資產 你怎麼樣保存你的資產 首先呢第一個呢 就是如果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啊 通常如果是個 國際性的危機發生了或是一個地區性的危機發生的時候呢 那你要先注意你的資產是不是要配置好 因為呢如果你的資產是配置是連動的 例如說這個危機發生了 你發現 股票也會大跌 房地產也會大跌 金台幣也沒用的情況下 那他們是正相關的 那正相關的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避險的功能 那你等於是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裡面 都很容易就碎裂了有沒有 所以呢資產配置如果是正相關的就比較危險 第二個呢就是你要去檢視一下 你的緊急預備金有多少 巴菲特爺爺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積蓄者的前輩 他呢其實就有說過呢 他其實配置了非常非常大部分的都是現金 在他的人生的配置裡面 蠻多有錢人有提過說呢 他們會把錢放在一些現金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呢那個現金 畢別跟那個部位呢 你就自己要去思考 好像呢我自己個人就是配置了蠻多 美金 對不對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們的新台幣呢 就是當有一些危機的時候 它擋不擋得住有沒有 好 第三個就是我們說的荷包蛋理論 什麼叫荷包蛋理論呢 就是蛋黃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你要很保守的現金啊 儲蓄啊 一定要配置好 但外面呢有蛋白嘛 那蛋白的部分就是你的投資 意思是說如果你投資個蛋白都不見了 其實你蛋黃還是存在 那有個小小的法則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投資 然後你就手很癢 你覺得沒有投資 你是沒辦法的 那你越年輕 當然你可以承受風險越高嘛 你越老 你當然承受風險越低嘛 所以你就用100歲扣掉你的年紀 譬如說 只要你有100%的資產 那像我是42歲 那我就扣掉我的年紀以後呢 我100歲扣掉42歲 我58%可以放 比較危險的東西 或是我比較投資類的東西 可是42%的 就是還是要是蛋黃的部分 比較安全的部分 第四個呢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以一些金融單位來看的話呢 其實呢 大家比較認識的 譬如說是一些證券業嘛 投資公司類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銀行類的 然後第三個是保險公司類的 那這三種不同的金融單位裡面呢 最安全的其實是保險公司 因為呢 保險公司拿的是我們一般人們的錢 大到不能倒 但是呢 銀行單位啊 或是一些投資公司啊 證券公司的話呢 其實呢 在危機的時候呢 政府是不會 所以呢 保險呢 其實是 蠻安全的 所以呢 也有很多 有錢人都 尊尊教誨說 你可以多存一些錢 有些人會配置一些保險 當然有些人會說 儲蓄險這個 沒辦法抗通膨吧 但你們知不知道 早些年啊 二三十年前 其實在台灣呢 儲蓄險的 可能是 有大概六七%的 但是當時的人 沒有人想存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會說 我玩股票 就是一個月就可以六七%了 我給你一年六七% 但你後來會發現 最後留下錢的人 可能是以保險為主 那最後第五個 一定有人會問說 那房地產呢 那房地產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就是 它最大的風險 不是說 它能不能賺錢 而是呢 一般人的財力 跟專業能力不夠的時候 他們如果投入房地產 這個市場呢 如果他今天是拿來投資的話 很容易做一間卡一間 你懂嗎 就是 你資金不夠 然後呢 你能力又不足 然後你專業程度不夠的話 很多人一進場 一間房子就卡他一輩子了 所以呢 它是一個需要高度學習的 一個專業 如果你願意學習的話 而且也學得不錯 口袋也還蠻豐足的話 那其實 它也是可以是一個考慮的選項 那接下來呢 就來分享一下 那我怎麼配置我的錢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 大家之前有聽過嘛 我們家一半是美國人嘛 美國公民嘛 那我放棄綠卡了 所以我本來對美金這件事情 我就非常喜歡 所以我有一半的錢 幾乎都是美金 對 原因是因為我對其他的 畢別並不是很熟悉 那美金常常都是在28到32 這樣中間區間在跑嘛 所以對我而言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 我會去配置的貨幣 而且它跟台灣的新台幣 也沒有什麼正相關 第二個呢 是呢 我買房地產 但是我有一些房子是在海外的 但我買先進國家的房子 例如說 美國本土跟關島 我收租收得很開心 而且也沒有貸款 所以呢 台灣好了 房價大跌 股票大跌的話 對我來講 我覺得 美國的房子收租 還是很OK的 那當然就是我大部分是不會做台股 我都以美股為主 原因是因為呢 台股有很多時候 被很多人為因素所影響 但美股它是個比較開放的市場 第四個呢 就是呢 我自己一直都認為 台灣算是一個比較小島的地方 我們金融一直都不是 我們的最強的強項 你們有去世界各國玩嗎 平常你到世界各國 你還是會用信用卡去刷卡嘛 那世界各國你也看到 花旗銀行啊 匯豐啊 就是各個不同的銀行 所以呢 對我來講 我覺得可以認同的地方呢 其實我都會開戶放錢 其實對我來講 如果有一天 我的家人回到美國去生活的話 他們也可以從美國那邊去 跟世界各國 或是美國當地的銀行 領錢 所以呢 我的存錢的方式 還有我放 我的現金的方式 也是比較國際化的 譬如說有些人來香港存錢啊 美國買房地產啊 等等之類的 那不論如何呢 其實呢 這也是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參考 我相信呢 最重要是能保持一個正確的心態 然後呢 有些人他根本不用資產配置跟保全資產 他可能自己隨便亂投資 就沒有資產了嘛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先思考說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投資理財 危機意思是什麼 接下來遇到大環境的危機意思 我們的一些做法是什麼 還有我們在職場上的一些危機是什麼 那當我們遇到那一些 我們看起來是危機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也不會覺得心慌慌意亂亂 那最後當然很多人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呢 我只是提供個人的 我自己是這樣在配置我的資產的 那最後呢 我們也可以問問看說 當危機發生了 你錢在哪裡 是在你的床底下呢 還是在你的小金箱裡面 還是有人說我已經都給別人了 所以呢 Don't worry be happy 那也請大家留言呢 你錢都放在哪裡 訂閱起來 跟我齊趣有錢的世界囉 掰掰 掰掰